世界台商回台挺住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显得信心满满 更透露内部的民调显示 和对手蔡英文只差了七个百分点有的一瓶 崛起国旗高喊动算 世界台商纷纷回台挺住 有了台商做后盾 国民党总统参选洪秀柱越讲气势越高昂 更透露和对手蔡英文的民调只差七个百分点 对于目前震惊局势洪秀柱形容很闷 打出开放牌要带领国家走出去 而之前发言引发争议的世界台商副总会长董淑珍 也现身挺住 因为言行不当可能被台商总会开除职务和汇集 董淑珍不改大炮性格 即便台商力挺但换住传言始终没停过 红教柱上周到台中造势 地方红派大佬总统府资政六寮椅 以及黑派右脚前立委严清彪都没出席 现在全球六寮椅和前云林县长张荣卫等本土派大佬 串联要令组台湾国民党联盟 要党中央具体表态是否换住 9月中已经向内政部递件申请 本来不是一件事 这个要讲的好像这么回事 谣言止于智责 问就是不智 内政部证实的确有人以台湾国民党联盟名义申请组党 但到底是要申请成立政治团体 还是政党还没说清楚 因此暂时退届 虽然廖老蚁没有正面回应 但也反映出蓝营内部对2016大选的焦虑 记得理性谢启文台北报道